欢迎收看7月8号的新主播点新闻 晚上好,我是小元 马行同意为学生、老师和讲师提供20%的机票折扣 以方便他们返回学校 国防部高级部长达德斯·伊斯玛·萨比里 今天主持行动管制令执行跨部门特别会议后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早前行动管制令执行跨部门特别会议 曾向大马航空委员会建议 为学生、老师、讲师提供更优惠的机票价格 以便他们能返回学校 他说老师和高等学府讲师 在购买国内航班时可获得20%折扣 老师和讲师可从7月9号到8月10号订购机票 行程则必须是在7月10号到11月30号期间 学生则可通过MH Explorer计划 成为该计划会员也获得20%折扣 不过优惠代码将会由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宣布 商副首长达德阿玛阿王德纳透露 沙政府以联邦政府及国油公司 以对国油公司拖欠 沙石油产品销售税进行协商 包括向沙政府缴付欠款的期限 对于国油是否答应在近期或今年内缴还所有拖欠税款 他说目前还在等上述案撤回 沙政府相信国油公司将在8月3号之后缴付 国油目前证理沙政府拟定和解协议条款 而该案件上述案过唐日期是8月3号 来关注今天的冠病疫情 沙今天新增一宗境外输入冠病确诊病例 总确诊病例累积573宗 该新增病例是来自湿屋 该民患者是在沙地阿拉伯石油 以天然气公司担任工程师 在本月3号抵达吉隆坡国际机场 也接受了血清抗体快筛试剂检测 呈阴性反应 该民患者在本月4号转机抵达湿屋机场 直接送往隔离中心 在本月6号进行立项检测后 样本是呈阳性感应 目前在事务医院接受治疗 另外所有入境沙拉月的教师 无需再进行隔离 只需填写健康表格及随机测试 至于经过文莱入境沙拉月者 若是通过陆路跨边节 已无需获得沙灾难管理员会及警方批准 不过若在文莱各业或通过空路 则需获得批准 接着关注一宗死亡车祸 古静5月10分发生一起一死一重伤死亡车祸 逝随女童头部受重创 送院抢救后不止死亡 她的七个月大弟弟也伤势严重 仍在抢救中 据了解死伤则一家四口 当时共骑摩托 经过古静沙中央医院附近红利灯时 一轿车发生碰撞 女童坐在摩托植物栏内 相信冲击力非常大 女童被撞得飞起 且头部猛撞轿车 母亲手中抱着的男人也受重伤 双亲只受轻伤 以上就是今天的重点新闻 感谢收看